我想问,政府新闻署作为政府的公关顾问 现在梁振英和现届政府普遍都被人说是公关形象比较差的 那你觉得政府新闻署是不是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令到梁振英和现届政府获得一个最正面的公关形象呢? 谢谢 作为新闻署长,我当然会告诉你,我们现在尽了最大努力 我们天天都尽最大努力 但是我想所谓的公关形象,或者是欢迎,或者是怎样的 这个严格来说,真的是见仁见智的 也受到很多时空的限制 譬如说,有些情况,譬如我们现在说的楼价,楼价是一个大的关系 如果从一届政府来说,这届政府就比较困难一些 因为你刚刚遇上这个时候,又是低息期 全世界各个中央银行继续在那里放水 这些是千年不遇的一个情况 我们这届政府就与着这个情况 所以有时就是所谓的形象,或者公关的形象高低 有很多因素影响 我都不能排除有时候有些因素也不是说你可以选择 有些事情就是你刚刚遇上这个时间,你就这么巧 但是当然,在新闻署的角度,我们希望,好像我刚才所说 大家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立场,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将一些正确的资料寄出 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一些假的东西,或者一些类真的东西 就当作是真东西,然后形成了一个基础 就成为了你的评论基础 举一个例子就是很近的 其实这个又是一个很不幸的例子 比如上星期五,上星期五晚上 大家我想你有Facebook的,或者你有用Smartphone 你都知道的,对吧? 上星期五晚上就发生了一件惨事 在地铁那里有人放火,有很严重的受伤 很快的时间就在网上名流封传了一个消息 就说那个纵火者就是当日下午某一个案件的被告 就是这样 我收到的就是滚影滚声的,就两张照片放在一起 然后说,还不是他,是他 然后就疯传了 其实我是很老饼的 传到我都知道的,应该是全香港都知道的 所以我这个新闻处长很容易做的 因为如果我也知道,应该是全香港都知道的 所以我就发觉,这些就是假的消息 结果警务处的同事很快,他们都发现很快 很快就已经透过网上的媒体 就立刻出澄清 就说不是,因为那个人根本现在都收压了 你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人来的呢? 天方夜谈的 但你们都可以看到,假的消息 跟着作一些评论,就很damaging 是吧? 那天那个message就好像滚影滚声到 就是,是的,这个人当然是他放的 就是有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有点的不幸 所以我们新闻处现在的工作 当然改善政府的公关形象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 但是基础一定是,首先要先资料正确 而这件事是困难的 其实,告诉大家好像很容易 就是发放正确资料有多难 你发放出去就可以了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为什么呢? 第一,我要先找齐些资料 这是一个挑战 政府机构很庞大的 你要找齐些资料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第二,我找齐些出去 我要发得够快出去 多人在这里 这是第二个挑战 我发出去不代表多人看到的 除非那些是很八卦的东西 否则未必有很多人看的 第三,就算我发放出去 很多人看得到 都要看得明白才行 为什么呢? 政府很多时候很多东西 资料太丰富 也有复杂性 一环扣一环 你收到最后一份东西 你都不知道 其实有时候可能都难掌握 所以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另外一个挑战 就是 除了把正确资料发放出去 你也要把它简单握 要来发放出去 其实我们有时候 比如我们现在的挑战 比如我们在Facebook 念书出的那些帖文 其实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 为什么呢? 我们要把政府一些很复杂的消息 要用很简单 一句两句的 headline 就将它说出来 起码你知道我说什么 然后如果你有兴趣 再点进去看看 最好 那是很有挑战 所以我们现在的做法 是什么呢? 除了是我们一般 我们也会邀请了一些 比较年轻的同事 去帮我们做这件事 所以你发觉 在Facebook里面有些小编 那些小编不是我 那个不是我 我做不到这么聪明的事情 其实是我们有些很年轻的同事 他很努力 将一些我们很悶 很艰辛的政府的文稿 转变成一些很容易 大家能够消化的消息 所以他也解释到 为什么我们Facebook 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有这么多的粉丝 这么多的 reach 这么多的人去看 以及 engagement level 这么高 其实这个也有原因 因为他容易看 对吧? 你比我长篇大量 三版纸四版纸 一个press release 大家没有兴趣 一看到三版纸 不要搞 已经拼在一边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